哈喽,大家好,每年最令人期待的ABC书展来啦 我们经常开玩笑的说,这就是设计师的狂欢节 因为在这里,有有趣的人,有趣的想法,集中的展现在同一个空间当中 那参加书展的呢,有艺术家,插画师,小众的出版商,印刷厂,美术馆,还有唱片公司等等 静下心来,翻开一本本书,你会发现世界好像就在眼前展开 每位艺术家关注的点不同,所以创作的内容也不同 比如说这本就是德国的摄影师和他的妻子在山村的附近搜集的88块石头 用来连接88座庙宇 而这一本里面所有的图片都来自于地下土壤层的微生物 在我们的传统认知里,书有文字,图片,目的是阅读 但是在ABC里,书像是离开展厅的艺术品 模糊了书的功能,更像是时间,记忆的展示,生活的碎片 在这里,人们开始关注博物馆,动物,美食,旅行,能源再生,旅行主义等等 所以来到这里也是一个大量摄入知识,连接世界的过程 当然除了书籍的内容以外 你也可以关注一下不同的装针方式 展厅的陈设,琳琅满目的桌边产品 简直不要太好逛哦 非常欢迎大家抽出半天的时间去深度体验一下吧 ABC艺术书展截止到6月18日 大家可以去官方公众号上预约购票 关注横绘画,看点展览不迷路 中文字幕统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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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LIM